省战进入最后从此阶段 所有候选人都持续在台东街道上扫街拜票 台湾县长候选人刘兆豪在抛新议题 希望未来能够打造大同街区的新风貌 举办大同商圈嘉年华 再造大同商圈的荣景 希望唤醒老一辈台东乡亲的记忆 让台东市区的老街承接记忆 成为台东人成长的光荣印记 台东市大同路安庆街、文化街、光明路等街区 是台东发展历史上的市区热闹繁华的精华区 也是老一辈乡亲成长的记忆 台湾县长候选人刘兆豪 特别选择从老街区出发 扫街拜票 希望能够唤醒大家的记忆 因为虽然有风流雨 景气会有点降低 但是各位好朋友 你们来带给我的心里最大最大的温暖 我们也许二十年后三十年后 我会永远记得有这一段美好的时光 大家一起为我们这块土地勇往想象全 因着大家的募集 我将去带给台东 带给台湾这块土地的祝福 是非常非常深远的 它不只是一次选举 也不只是四年的省长的任期 它影响的是 就像是把所有的总体埋在这块土地上 它长出来的 它长出来的 它长出来的只是一朵美丽的花朵 它长出来的是一片非常灿烂的花园 各位好朋友 谢谢大家所带来的 给大海 给我们团队 给台湾这块土地的祝福 好 各位老师好 各位老师好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董大导 谢谢委屈大导 是大导 谢谢 谢谢大家 我是现场后者的 登记上号的文章豪 非常地感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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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现场后者的 登记上号的文章豪 有章豪表示 将会参考法国夏隆街头艺术节的方式 在大同路举办街头艺术嘉年华 台东友好的表演者与团队 会把表演者的能量 带到市区的各个地方 也让艺术活动与宪民的生活相结合 记得潘俊伟台东市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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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